西方第一列山系化山山系之手座山 叫做前来山 山上有许多松树 山下有很多洗石 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普通的羊却长住马的尾巴 名称是前羊 前羊的油脂可以护理治疗前列的皮肤 从前来山往西四十五里 是座松果山 霍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北流入味水 其中多产头 山中有一种擎鸟 名称是虫鸟 鸟 形状像一般的野鸡 黑色的身子和红色的爪子 可以用来治疗皮肤前皱 在往西六十里 是座太华山 山崖陡峭像刀销而呈现四方形 高五千刃 宽十里 擎鸟野兽无法骑身 山中有一种蛇 名称是肥夷 长着六只脚和四只翅膀 一出现就会天下大汗 在往西八十里 是座小华山 山上的树木 大多是母精树和枸杞树 山中的野兽大多是牛炸牛 山北阴面盛产庆食 山南阳面盛产亡鱼浮育 山中有许多赤壁鸟 饲养它就可以屁活 山中还有一种叫做碧莉的草 形状像乌酒 但生长在石头上面 也攀缘树木而生长 人吃了它就能治愈心痛病 在往西八十里 是座浮育山 山南阳面盛产铜 山北阴面盛产铁 山上有一种树木 名称是文鲸 接的果实像枣子 可以用来治疗耳聋 山中生长的草 大多是条草 形状与葵菜相似 但开的是红色花朵 而接的是黄色果实 果实的样子像婴儿的舌头 吃了它就可使人不离后 浮于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北流入味水 山中的野兽大多是葱龙 形状像普通的羊 却长有红色的猎毛 山中的禽鸟大多是鸣鸟 形状像一般的翠鸟 却是红色的嘴巴 饲养它可以屁活 在往西六十里 是座石翠山 山上的树大多是棕树和南木树 而草大多是条草 形状与韭菜相似 但是开的是白色花朵 而接的是黑色果实 人吃了这种果实 就可以治愈借疮 山南面盛产亡于浮育 而山北面盛产铜 灌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北流入雨水 这条水里有硫磺和褶黄 将这种水涂洒在牛马的身上 就能使牛马健壮不生病 在往西七十里 是座阴山 山上到处是丑树和江树 山北阴面盛产铁 而山南阳面盛产黄金 雨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北流入昭水 水中有很多鱼风鱼 形状像一般的鳖 发出的声音如同羊叫 山南面还生长有很多剑竹 和上竹下魅竹 野兽大多是牛炸牛 前阳 山中有一种禽鸟 形状像一般的鞍蠢鸟 是黄身子 而红嘴巴 名称是肥夷 人吃了它的肉 就能治愈麻风病 还能杀死体内寄生虫 在往西五十二里 是座竹山 山上到处是高大的树 山北面盛产铁 山中有一种草 名称是黄罐 形状像初树 但叶子像麻叶 开白色的花朵 而接红色的果实 果实外表的颜色像褶色 用它洗浴 就可治愈戒疮 又可以治疗腐主病 珠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北流入渭水 珠水的北岸 有很多的小竹丛 还有许多青色的玉石 丹水也发源于这座山 向东南流入落水 水中多处产水晶石 又有很多人鱼 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小株 却长住白色的毛 毛如簪子粗细 而尖端成黑色 名称是豪质 在往昔120里 是座浮山 到处是畔木 长着纸树一样的叶子 却没有刺 树木上的虫子 寄生于此 山中有一种草 名称是熏草 叶子像麻叶 却长住芳芳的金干 开红色的花朵 而接黑色的果实 气味像芋芋 把它插在身上 就可以治疗麻蜂病 在往昔七十里 是座于刺山 漆水发源于此 向北流入渭水 山上有茂密的玉树和江树 山下有茂密的小竹丛 山北阴面有丰富的赤童 而山南阳面 有丰富的阴缘狱 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猿猴 而双臂很长 擅长投掷 名称是肖 山中还有一种禽鸟 形状像一般的猫头鹰 长着人一样的面孔 而只有一只脚 叫做陀上飞下巴 常常是冬天出现 而夏天蛰伏 把它的羽毛插在身上 就使人不怕打雷 在往昔一百五十里 是座石山 没有花草树木 竹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北流入渭水 水中有很多水晶石 在往昔一百七十里 是座南山 到处是肃立大小的干沙 干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北流入渭水 山中的野兽大多是猛豹 而禽鸟大多是不骨鸟 在往昔一百八十里 是座大石山 山上有很多构树和栗树 山下有很多丑树和江树 山北面多出产阴 而山南面 有丰富的白色玉石 陈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北流入渭水 清水也从这座山发源 却向南流入汗水 在往昔三百二十里 是座 种山 汗水发源于此 然后向东南流入棉水 萧水也发源于此 向北流入汤水 山上到处是葱龙的 桃枝竹和钩竹 野兽以犀牛 刺 熊 皮最多 青鸟却以白汗和赤壁最多 山中有一种草 叶子长得像会草叶 金干却像结梗 开黑色花朵 但不结果实 名称是古龙 吃了它就会使人不生育孩子 在往昔三百五十里 是座天地山 山上是茂密的棕树和南木树 山下主要生长茅草和绘草 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普通的狗 名称是溪边 人坐卧时 铺垫上溪边兽的皮 就不会中腰血毒气 山中又有一种禽鸟 形状像一般的鞍蠢鸟 但长出黑色的花纹 和红色的颈毛 名称是粒 人吃了它的肉 可以治愈治疮 山中还有一种草 形状像葵菜 散发出和迷雾一样的气味 名称是杜恒 给马叉带上它 就可以石马跑得很快 人吃了它 就可以治愈脖子上的坠流病 往西南三百八十里 是座高涂山 墙水发源于此 向西流入珠子水 涂水也发源于此 向南流入集货水 山南面到处是 素粒大小的单沙 山北阴面盛产银 黄金 山上到处是桂树 山中有一种白色的石头 名称是玉 可以用来毒死老鼠 山中又有一种草 形状像稿拔 叶子像葵菜的叶子 而背面是红色的 名称是五条 可以用来毒死老鼠 山中还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普通的鹿 却长住白色的尾巴 马一样的脚蹄 人一样的手 而又有四只脚 名称是绝如 山中还有一种青鸟 形状像药鹰 却长着人一样的脚 名称是树丝 吃了它的肉 就能治愈人脖子上的坠流病 在往昔一百八十里 是座黄山 没有花草树木 到处是郁郁葱葱的竹葱 盼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西流入赤水 水中有很多玉石 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普通的牛 却长着苍黑色的皮毛 大大的眼睛 名称是 山中又有一种青鸟 形状像一般的猫头鹰 却长住青色的羽毛 和红色的嘴 像人一样的舌头 能学人说话 名称是鹰 在往昔二百里 是座翠山 山上是茂密的棕树和南木树 山下到处是竹丛 山南面盛产黄金 玉 山北面有很多牦牛 羚羊 舍 山中的青鸟 大多是雷鸟 形状像一般的喜鹊 却长着红黑色羽毛 和两个脑袋 四只脚 人养着它可以屁火 在往昔二百五石里 是座龟山 它坐落在西海边上 这里没有花草树木 却有很多玉石 溪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西流入大海 水中有许多彩石 黄金 还有很多肃立大小的丹煞 总计西方第一列山系之首尾 自前来山起到归山之 一共十九座山 途经2957里 华山神是诸山神的宗主 祭祀华山山神的典礼 用猪 牛 羊齐群的三生做祭品 鱼山神是神器威灵的 祭祀鱼山山神用烛火 摘建一百天后 用一百只毛色纯正的牲畜 随一百块鱼埋入地下 再烫上一百尊美酒 四神的玉器 用一百块鱼龟和一百块鱼壁 祭祀其余十七座山山神的典礼相同 都是用一只完整的羊做祭品 所谓的竹 就是用白草制作的火把 但为烧成灰的时候 而四神的席 是用各种颜色等差有序地 将边缘装饰起来的白毛草席 西方第二列山系之首座山 叫做前山 山上盛产铜 山下盛产玉 山中的树大多是丑树和江树 向西二百里 是座太茂山 山南面多出产金 山北面多出产铁 落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东流入黄河 水中有很多藻域 还有很多白色的水蛇 在往西一百七十里 是座树立山 山上盛产黄金 山下盛产银 山中的树木大多是丑树和江树 而青鸟大多是银 出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南流入渭水 水中有很多白色的珍珠 在往西北五十里 是座高山 山上有丰富的白银 山下到处是青壁 雄黄 山中的树木大多是棕树 而草大多是小株丛 经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东流入渭水 水中有很多沁石 青壁 往西南三百里 是座女床山 山南面多出产黄铜 山北面多出产十年 山中的野兽以老虎 豹子 犀牛 和四居多 山里还有一种青鸟 形状像野鸡 却长着色彩斑斓的羽毛 名称是鸾鸟 一出现天下就会安宁 在往西二百里 是座龙首山 山南面盛产黄金 山北面盛产铁 少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东南流入金水 水中有很多美女 在往西二百里 是座鹿台山 山上多出产白玉 山下多出产银 山中的野兽以牛 前阳 白豪居多 山中有一种青鸟 形状像普通的雄鸡 却长着人一样的脸面 名称是福西 它的叫声 就是自身名称的毒鹰 一出现 则天下就会有战争 往西南二百里 是座鸟威山 山南面多出产庆石 山北面到处是檀树和构树 山中生长着很多女长草 鸟威水同这座山发源 向西流入赤水 水中有许多素粒大小的山上 在往西四百里 是座小四山 山上盛产白玉 山下盛产红 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普通的雁头 但头是白色的 脚是红色的 名称是朱叶 一出现就会大起战士 在往西三百里 是座大刺山 山南面多出产鳄土 山北面多出产碧玉 山中的野兽以牛 羚羊居多 在往西四百里 是座熏无山 山上没有花草树木 而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 在往西四百里 是座底阳山 山中的树木 大多是水松树 南木树 张树 而野兽大多是犀牛 四 老虎 啄 牛 在往西二百五十里 是座众兽山 山上遍布浮育 山下到处是檀树和构树 有丰富的黄金 山中的野兽以犀牛 四居多 在往西五百里 是座黄人山 山上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 山下有丰富的石青 雄黄 黄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西流入赤水 水中有很多 宿利大小的丹煞 在往西三百里 是座中黄山 山上多出产黄金 山下长满了绘草 唐梨树 在往西三百五十里 是座西黄山 山南面多出产金 山北面多出产铁 山中的野兽 以迷 鹿 迷牛居多 在往西三百五十里 是座莱山 山中的树木 大多是檀树和构树 而禽鸟 大多是罗罗鸟 是能吃人的 总计西方第二列 山系之首尾 自前山起到莱山之 一共十七座山 途经四千一百四十里 其中十座山的山神 都是人的面孔 而马的身子 还有七座山的山神 都是人的面孔 而牛的身子 四只脚和一条臂 扶住拐杖行走 这就是所谓的 非兽之神 祭祀这七位山神 在茅雾中用猪 羊做祭品 将其放在白茅草席上 另外那十位山神 祭祀的典礼 在茅雾中用一只公鸡 祭祀神石 不用弥做祭品 茅雾的颜色要杂 而不必纯一 西方第三列山系之首座山 叫做崇吾山 它雄居于黄河的南岸 在山上 向北可以望见种穗山 向南可以望见泽 向西可以望见天地的薄寿山 向东可以望见渊 山中有一种树木 圆圆的叶子 白色的花鳄 红色的花朵上 有黑色的纹理 借的果实与纸石相似 吃了它就能使人多子多孙 山中又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猿猴而壁上却有斑纹 有豹子一样的尾巴而擅长投掷 名称是举父 山中还有一种禽鸟 形状像一般的野鸭子 却只长了一只翅膀和一只眼睛 要两只鸟合起来才能飞翔 名称是满满 一出现而天下就会发生水灾 往西北三百里 是座长沙山 此水从这里发源 向北流入幽水 山上没有花草树木 多的是石青 雄黄 再往北三百七十里 是座布周山 在山上向北可以望见珠山 高高的居于岳崇山之上 向东可以望见幽泽 是黄河源头所潜在的地方 那源头之水喷涌而发出浑浑泡泡的响声 这里有一种特别珍贵的果树 接触的果实与桃子很相似 叶子却很像草树叶 开着黄色的花朵 而花鳄却是红红的 吃了它就能使人解除烦恼忧愁 再往西北四百二十里 是座密山 山上到处是丹木 红红的金干上长住圆圆的叶子 开黄色的花朵 而接红色的果实 味道是甜的 人吃了它就不感觉饥饿 丹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西流入济泽 水中有很多白色玉石 这里有玉膏 玉膏支援涌出时 一片沸沸腾腾腾的景象 皇帝常常服饰享用这种玉膏 这里还出产一种黑色玉石 用这涌出的玉膏 去浇灌丹木 丹木再经过五年的生长 便会开出光艳美丽的五色花朵 接下味道香甜的五色果实 皇帝于是就采协密山中玉石的精华 而头重在中山向阳的南面 后来便生出紧和于这类美玉 坚硬而精密 润厚而有光泽 五种颜色的福彩一同散发出来相互辉映 那就有刚有柔而非常和美 无论是天神还是地鬼 都来服饰享用 君子佩戴它 能抵御妖邪不祥之气的清洗 从密山到中山 长460里 其间全部是水泽 在这里生长着许许多多奇怪的禽鸟 怪异的野兽 神奇的鱼类 都是些罕见的怪物 再往西北420里 是座中山 中山山神的儿子叫做谷 谷的形貌是人的脸面而龙的身子 他曾和青僻神联手在昆仑山南面 杀死天神宝江 天帝因此将谷与青僻 诛杀在中山东面一个较崖的地方 青僻化为一只大鳄 形状像普通的雕鹰 却长有黑色的斑纹和白色的脑袋 红色的嘴巴和老虎一样的爪子 发出的声音如同陈虎鸣叫 一出现就有大的战争 谷也化为虚鸟 形状像一般的药鹰 但长住红色的脚和直直的嘴 身上是黄色的斑纹 而头却是白色的 发出的声音与红虎的鸣叫很相似 在哪个地方出现 那里就会有旱灾 在往西180里 是座太气山 关水从这里发源 向西流入流沙 这关水中有很多纹瑶鱼 形状像普通的鲤鱼 长着鱼一样的身子和鸟一样的翅膀 浑身是苍色的斑纹 却是白脑袋和红嘴巴 常常在西海行走 在东海畅游 在夜间飞行 它发出的声音如同鸩鸡鸟踢叫 而肉味是酸中带甜 人吃了它的肉就可治好癫狂病 一出现而天下就会五骨风登 在往西320里 是座淮江山 秋石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北流入幽水 水中有很多罗 山上蕴藏着丰富的石青 雄黄 还有很多的栏杆 黄金 玉石 山南面到处是素粒大小的单沙 而山北阴面 多产带浮彩的黄金白阴 这淮江山确实可以说是天地悬在半空的圆谱 由天神阴招主管住 而天神阴招的形状是马的身子 二人的面孔 身上长有老虎的斑纹和青鸟的翅膀 寻行四海而传播天地的指命 发出的声音如同用鹿鹿抽水 在山上向南可以望见昆仑山 那里火光熊熊 气势辉煌 向西可以望见大泽 那里是后继死后埋葬之地 大泽中有很多玉石 大泽的南面有许多瑶木 而在它上面又有若木 向北可以望见珠山 是叫做怀鬼离伦的神仙所居住的地方 也是鹰瞻等飞禽的栖息地 向东可以望见那四重高的环山 有穷鬼居住在那里 各自分类聚集于一起 这里有大水下泻 清清冷冷而鼓鼓流淌 有个天神住在山中 它的形状像普通的牛 但却长着八只脚 两个脑袋并拖着一条马的尾巴 提叫声如同人在吹奏乐器时 薄膜发出的声音 在哪个地方出现那里就有战争 往西南四百里 是座昆仑山 这里确实是天地在下界的独野 天神陆无主管他 这位天神的形貌 是老虎的身子 却有九高尾巴 一副人的面孔 可长着老虎的爪 这个神 主管天上的九步和天地任何的世界 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普通的羊 却长着四只脚 名称是土楼 是能吃人的 山中有一种禽鸟 形状像一般的蜜蜂 大小与鸳鸯差不多 名称是青园 这种青园鸟次是其他鸟兽 就会使它们死去 次是树木 就会使树木枯死 山中还有另一种禽鸟 名称是纯鸟 它主管天地日常生活中 各种器用服饰 山中又有一种树木 形状像普通的唐梨树 却开着黄色的花朵 并结出红色的果实 味道像梨子却没有合 名称是砂糖 可以用来辟水 人吃了它就能漂浮不沉 山中还有一种草 名称是草 形状很像葵菜 但味道与葱相似 吃了它就能使人解除烦恼忧愁 黄河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南流而东转注入吴达山 赤水也发源于这座山 然后向东南流入四天水 羊水也发源于这座山 然后向西南流入丑土水 黑水也发源于这座山 然后向西流到大崭山 这座山中有许多奇怪的鸟兽 在往西370里 是作乐游山 桃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西流入济泽 这里到处有白色玉石 水中还有很多鱼 形状像普通的蛇 却长着四只脚 是能吃鱼类的 往西行400里水路 就是流沙 在行200里便到罗姆山 天神长城主管这里 他是天的久得之气所生 这个天神的形貌 像人却长住着的尾巴 山上到处是玉石 山下到处是青石而没有水 在往西350里 是座玉山 这是西王姆居住的地方 西王姆的形貌与人一样 却长着豹子一样的尾巴 和老虎一样的牙齿 而且喜好笑叫 蓬松的头发上带住玉盛 是主管上天灾力 和五行残杀之气的 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普通的狗 却长住豹子的斑纹 头上的脚与牛角相似 名称是脚 发出的声音如同狗叫 在哪个国家出现 就会使哪个国家五谷风登 山中还有一种青鸟 形状像野鸡 却通身是红色 名称是圣玉 是能吃鱼类的 发出的声音如同录在鸣叫 在哪个国家出现 就会使哪个国家发生水灾 往西480里 是座轩辕丘 这里没有花草树木 巡水从轩辕丘发源 向南流入黑水 水中有很多宿利大小的单沙 还有很多石青 雄黄 在往西300里 是座基石山 山下有一个石门 黄河水漫过石门 向西南流去 这座基石山 是万物俱全的 在往西200里 是座长流山 天神白地少号 居住在这里 山中的野兽 都是花尾巴 而禽鸟 都是花脑袋 山上盛产彩色 花纹的玉石 它实施 元神尾世的宫殿 这个神 主要掌管太阳落下西山时 光线射向东方的反应 在往西280里 是座张额山 山上没有花草树木 到处是窑 碧一类的美誉 山里常常出现 十分怪异的无效 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是豹 长着五条尾巴 和一只脚 发出的声音 如同敲击石头的响声 名称是针 山中还有一种禽鸟 形状像一般的鹤 但只有一只脚 红色的斑纹 和青色的身子 而有一张白嘴巴 名称是碧方 它名叫的声音 就是自身名称的毒音 在哪个地方出现 那里就会发生怪火 在往西三百里 是座阴山 桌玉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南流入藩泽 水中有很多五彩斑斓的贝壳 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野猫 却是白脑袋 名称是天狗 它发出的叫声 与猫猫的毒音相似 人饲养它 可以辟胸鞋之气 在往西二百里 是座阜梯山 山上到处是棕树 和南木树 山下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 一个叫江仪的神居住于此 这座伏涕山 常常落下怪异之雨 风和云也从这里兴起 在往西二百二十里 是座三威山 三青鸟七夕在这里 这座三威山 方圆百里 山上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普通的牛 却长住白色的身子和四只脚 身上的硬毛又长又密 好像披着缩衣 名称是鹰 是能吃人的 山中还有一种青鸟 长着一个脑袋 具有三个身子 形状与鸟很相似 名称是蛆 在往西一百九十里 是座龟山 山上遍布美玉 而没有石头 天神齐同居住在这里 它发出的声音 常常像是敲钟激情的响声 山下到处是一堆一堆的蛇 在往西三百五十里 是座天山 山上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 也畜产石青 雄黄 鹰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西南流入汤谷 山里住着一个神 形貌像黄色口袋 发出的金光红如火 长着六只脚和四只翅膀 浑浑顿顿没有面目 他却知道唱歌跳舞 原本是地疆 在往西二百九十里 是座幽山 天神入收居住在这里 山上盛产一种可用作景式的玉石 山南面到处是景 于一类美玉 而山北面到处是石青 雄黄 站在这座山上 向西可以望见太阳落山的情景 那种气象浑源 由天神红光所主管 往西行一百里水路 便到了一望山 山上没有花草树木 到处是金属矿物和玉石 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一般的野猫 只长着一只眼睛 却是三条尾巴 名称是欢 发出的声音 好像能晒过一百种动物的鸣叫 饲养它可以辟胸鞋之气 人吃了它的肉 就能治好黄胆病 山中还有一种禽鸟 形状像普通的乌鸦 却长着三个脑袋 六条尾巴并且喜欢嬉笑 名称是奇 吃了它的肉 就能使人不做噩梦 还可以辟胸鞋之气 总计西方第三列山系之首尾 从崇吾山起到翼望山址 一共二十三座山 途经六千七百四十四里 诸山山神的形貌 都是羊的身子 人的面孔 祭祀山神的典礼 是把四神的一块 给予埋入地下 四神的米用祭米 西方第四列山系 之首座山 叫做鹰山 山上生长着茂密的构树 但没有石头 这里的草已纯菜 番草居多 鹰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西流入落水 往北五十里 是座牢山 这里有茂盛的紫层 落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西流入落水 往西五十里 是座坝谷山 而水从这里发源 然后向西流入落水 水中多处产紫色美食 绿色玉石 往北一百七十里 是座深山 山上是茂密的构树和榨树 山下是茂密的丑树和江树 山南面还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 驱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东流入黄河 往北二百里 是座鸟山 山上到处是桑树 山下到处是构树 山北面盛产铁 而山南面盛产玉石 汝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东流入黄河 在往北二十里 是座上深山 山上没有花草树木 但到处是大石头 山上是茂密的榛树和户树 也受以白鹿居多 山里最多的青鸟 是当护鸟 形状像普通的野鸡 却用燃毛当翅膀 来奋起高飞 吃了它的肉 就能使人不眨眼睛 汤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东流入黄河 在往北八十里 是座珠瓷山 珠瓷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东流入黄河 这座珠瓷山 到处生长着树木 却不生长花草 也没有禽鸟野兽七居 但有许多蛇聚集在山中 在往北一百八十里 是座号山 山里的树木 大多是七树 棕树 而草以白枝草 萧草 秋草居多 山中还盛产干石 端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东流入黄河 在往北二百二十里 是座鱼山 山北面盛产铁 山南面盛产铜 山中的野兽 大多是白色的狼和白色的虎 禽鸟也大多是白色的野鸡 和白色的翠鸟 生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东流入黄河 往西二百五十里 是座白鱼山 山上是茂密的松树和柏树 山下是茂密的栗树和檀树 山中的野兽 大多是牛 前阳 而禽鸟 以猫头鹰之类的居多 落水发源于这座山的南面 然后向东流入渭水 加水发源于这座山的北面 向东流入生水 往西北三百里 是座有守山 没有花草树木 而冬季夏季都有积雪 深水从这座山上发源 潜流到山下 水中有很多白色玉石 在往西五十五里 是座金谷山 金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东南流入渭水 这里多出产白银和白玉 在往西一百二十里 是座岗山 到处是茂密的七树 多出产浮育 钢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北流入渭水 这里有很多神 形状是人的面孔野兽的身子 长着一只脚一只手 发出的声音向人呻吟 在往西二百里 便到了钢山的尾端 落水就发源于此 然后向北流入黄河 这里有很多的蛮蛮兽 形状像普通的老鼠 去长出甲鱼的脑袋 发出的声音如同狗叫 在往西三百五十里 是座阴堤山 山上生长着茂密的七树 山下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 禽鸟野兽都是白色的 卧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北流入羚羊泽 水里有很多染疫鱼 长着鱼的身子 舌头和六只脚 眼睛长长的像马耳朵 吃了它的肉 就能使人睡觉不做噩梦 也可以辟胸邪之气 在往西三百里 是座中驱山 山南洋面盛产玉石 山北阴面盛产雄黄 白玉和金属矿物 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普通的马 却长着白身子和黑尾巴 一只脚 老虎的牙齿和爪子 发出的声音如同鸡鼓的响声 名称是薄 是能吃老虎和豹子的 饲养它可以劈兵器 山中还有一种树木 形状像糖梨 但叶子是圆的并接红色的果实 果实像木瓜大小 名称是怀木 人吃了它就能增添气力 在往西二百六十里 是座龟山 山上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一般的牛 但全身长出刺猬毛 名称是穷奇 发出的声音如同狗叫 是能吃人的 蒙水从这座山发源 向南流入洋水 水中有很多黄辈 还有一种裸鱼 长着鱼的身子 却有鸟的翅膀 发出的声音像鸳鸯鸟鸣叫 在哪个地方出现 那里就会有水在 在往西二百二十里 是座鸟鼠铜学山 山上有很多白色的虎 洁白的玉 渭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东流入黄河 水中生长着许多骚鱼 形状像一般的瞻鱼 在哪个地方出没 那里就会有大战发生 烂水从鸟鼠铜学山的西面发源 向西流入汗水 水中有很多皮鱼 形状像反转过来的钓 但长猪鸟的脑袋 而于一样的鳍和尾巴 叫声就像敲击庆时 发出的响声 是能吐出猪狱的 西南三百六十里 是座胭子山 山上生长着茂密的丹树 叶子像构树叶 接触的果实像瓜大小 红色的花鳄 却带着黑色的斑纹 人吃了它 就可以治愈黄胆病 还可以屁活 山南面有很多乌龟 而山北面到处是玉石 少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西流入大海 水中有很多磨石 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是马的身子 而鸟的翅膀 人的面孔而蛇的尾巴 是很喜欢把人抱着举起的 名称是熟湖 山中还有一种禽鸟 形状像一般的猫头鹰 而长着人的面孔 喂一样的身子 却拖着一条狗尾巴 它发出的叫声 就是自己的名字 在哪个地方出现 那里就会有大旱灾 总计西方第四列山系 从鹰山开始 直到胭渍山为止 一共19座山 途经3680里 祭祀珠山山神的典礼 都是用一只白色鸡献祭 四神的米用稻米 拿白茅草来做神的作息 以上是西方经历之山的记录 总共77座山 17517里